進入佛館前 民眾一一排隊 確認實名制 消毒量體溫更不能少 幸存期間 許多義工菩薩回到佛方山服務 化身防疫小天使 因疫情 佛館的防疫措施也是做好做 會像這樣子 有義工舉起牌子 來提醒遊客進到佛館的時候 要佩戴好口罩 以及遵守政府的防疫措施 舉辦宣導佛光山新年期間 陪伴民眾迎春 但同時也要提醒做好防疫措施 我們每天都有三組在走動宣導 我們看到遊客 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要全程戴口罩 勤洗手 不能在戶外吃東西 我們希望說 大家都很歡喜在這邊 配合政府 我們好好一起來 來做防疫措施 除了戶外 有義工幫忙舉牌 走進佛館 店家也有防疫招數 讓民眾重複登記使民制 確實記錄每位遊客足跡 還安排義工在門口 將清洗好的餐具 交給準備進店用餐的顧客 避免接觸感染 進到用餐區 那更是上井發條 除了清消作業不可少 用餐的隔板也確實的擺放 不讓病毒輕易突破 變成防疫破口 透過隔板避免口目傳染 用完餐也確實噴灑酒精消毒 落實每個環節 面對疫情佛光山準備好了 那現在我們在用餐的部分 我們每一週都有隔板 而且那個監禁都拉得很開 就是預防大家互相的感染 這個防疫措施我們都遵照政府的規定 我們會更嚴格的去主行 讓大家來這邊非常的安心 讓我們的疫情不會再擴散這樣 陪伴民眾洗淫春 待在疫情時刻 佛光山各級單位不敢掉以輕心 遵守政府政策 也提醒食防信眾落實防疫措施 才能讓民眾歡喜出遊 平安回家 人間衛視這名城鎮人中無允許 高雄採訪報導